大家好,这里是Lily and Cass时事与新闻频道 孕妇怕辐射要求邻居关WiFi再次上了热搜 事情是一样的事情,主角却是不同的主角 1月27日,山东青岛,一女子爆料自家门上被贴纸条 楼下一住户因妻子怀孕了怕辐射,便要求楼上邻居闲时关掉WiFi 随后被贴纸条住户家中小孩的回对量了 回应的纸条上称,我白天上网课 爸爸晚上要工作,不能关网络,要不你们搬家吧 孕妇因担心辐射,警告全楼邻居不能用WiFi 近年来这样的事件是有发生,甚至发生过给全楼断网的情况 孕妇这家人只能说是可气又可笑,照这样下去是不是电信局还 必须把小区周围的基站给拆了 自来水公司不许再用氯器给自来水消毒了 警察要把警车警铃给关了 对此,通信专家表示,实验证明WiFi的功率并不大 产生的辐射比手机还要小得多 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并且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无线路由器 就不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影响 辐射危害人体健康的担忧纯属起人忧天 WiFi信号主要靠电波传播 穿透能力较弱 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 信号会逐步减弱 辐射也会逐步降低 所以一墙之隔和楼上楼下的邻居更无需担心 WiFi辐射穿墙后几乎可以忽略不济 很难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除手机之外 电脑、电视、冰箱、微波炉都会产生辐射 而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日常非电力辐射 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电器所发出的辐射 会导致孕妇流产率 胎儿畸形率的提高 也不会导致新生儿出生体重过低 怀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众所周知 女性一旦怀孕就要时刻警惕 处处小心 因为稍有大意 可能就会损伤到胎儿以及母体 当然除了内部因素之外 外部的环境和不良因素 也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女性妊娠 但如果因为自己的私人问题 而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的话 有时候难免会遭受非议 曾经科学家对2430名女接线员 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跟踪研究 这些女性 一半人的工作需要守在显示器前 另一半不需要 但是两组妇女在流产率上并没有不同 所以截止到目前 电脑、电视可能会给孕妇和胎儿带来伤害 都没有可靠证据 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曾在1991年发表论文表示 电脑辐射和女性流产并没有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 关于手机带来的辐射 早在2014年 世界卫生组织就发表过声明 手机辐射是安全的 正常使用不会影响胎儿和孩子的智商 有的孕妇在怀孕后 会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因为一直顺着 也就越来越无法无天 那么 为什么孕妇怀孕后 会提出无理的要求呢 首先是雌性激素分泌过多 女性怀孕 雌性激素在体内会分泌很多 会影响身体和情绪的变化 而这样的身体变化和情绪波动 会让孕妈妈变得多疑 任性 想要通过提出一些要求 得到满足后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因此 她们变得无理取闹 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对此 家人要更多关心孕妇 让她们有充足的安全感 就不会过分的无理取闹 其次是身体发生变化的情绪低落 女性怀孕 身体变化是最明显的 肚子会慢慢变大 甚至因为营养过好 会越来越胖 身材走样 脸上肚子上也会出现任身纹 任身般看到自己变得不好看 变丑 就会变得不自信 害怕以后成为黄脸婆等 也总会胡思乱想 怀疑老公疑神疑鬼的 情绪低落 就会提出无理的要求 三是出现任身反应身体难受 女性怀孕后 身体会发生变化 会孕吐疲劳 出现任身反应 有时候睡不着 吃不香 每一天都过得很难受 体质不好的孕妇更是遭罪 还可能要躺在床上休息 也因为任身反应 身体太难受 孕妇就想要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让家人干这干那 感觉心里才能平衡一些 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受苦 还有 就是关心孩子过于紧张 孕妇都是第一次当妈妈 经验不足 孕妻知识了解的也比较少 也因为担心自己的宝宝 发生意外会过分的紧张 比如担心电器的辐射 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 就去要求关掉WiFi 还有看到网上的孕妇饮食 什么不能吃不能喝 就谨遵 过分的紧张孩子 就会提出一些 抢人所难的要求 比如要求家人不能使用电器 比如要求隔壁邻居 不要使用WiFi等等 无理取闹的要求 每个女性在怀孕的时候 都是伟大的 她们要承受一些认身反应 身体变化 情绪波动 因为这些变化 会向身边人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面对这样的情况 家人要多陪伴孕妇 给她们充足的安全感 也要多带孕妇出去逛逛散心 让她们保持心情愉快 今天的评论就到这里 这里是Lily and Cass 时事与新闻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